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正式的软件设计的部分了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之前有一个手绘的重构的稿子 我们看到这有导航按钮 我们接下来就在Photoshop里面去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Ctrl N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文档类型找到一个移动应用程序 如果你的版本没有的话 那你就手动输入这个宽度750高度1334 那这个分辨率就是专门针对iPhone6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iPhone6 是因为iPhone6是我们目前市面上最为普及的 而且相对来讲我们通过iPhone6的尺寸进行缩放 也可以得到1080p的这么一个尺寸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尺寸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iPhone6的尺寸 然后我们在安卓和苹果整个一个里面 那越到后面这个就是16比9的这个屏幕 那个选择率越高 所以我们133475070它也是一个16比9的 那所以我现在呢是选择这个尺寸来做 当然呢不同的公司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 大家如果公司里有明确的标准说 你一定要按D920x1080p 那你就按照它的需求来做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确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画板出来 然后给这个画板那个另损一个名字 然后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去绘制一个上面的这个navigation就是导航 然后以及下面的这个menu button我们的菜单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矩形 宽度呢当然是750高度的话呢 呃一般来讲我们在这个界面都是大概是在120到130 呃差不多 那这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数值呢是128 这个是苹果官方的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导航的一个高度 然后我们放到这儿 然后我双击这个矩形给它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颜色 我通常比较喜欢用的颜色呢 可能就是这个啊 六个二这个是我起稿通常比较喜欢用的 然后给它是一个给它起命一下名 然后下面这个就我为什么为什么要用英文命名啊 是因为我们后面啊其实我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 我点右键可以快快速导出 我导出的时候呢 直接英文命名的给程序开发呢 是会相对来说会省事一点 当然你要用中文命名的呃也没关系 那问题不大 你后面再去改就好了 那我再复制一下这个到下面 我们给下面这个给它也起一个名字 menu 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给这个menu上绘制一些小图标 那我在绘制图标之前呢 我需要给它去拉一个参考线 这样呢可以保证我把这个导航分成四份 我们分别在这个三百七十五呃一百八十七点五 然后还有后面这个五百六十五百六十二点五的位置啊 这样呢我们就是把它分成四份了 然后分成四份之后呢 我就开始进行这个图标的绘制 那我我在绘制这个图标的时候 我把这个图我给它拖进来啊 放在这边 然后我就对着这个来画 那我先来画一个这个 一个位置 然后我先画一个椭圆 画椭圆之后呢 我用钢笔工具 按住out键把它点成一个点 然后往下拖一拖拖一拖 然后我再用椭圆工具在里面 给它减去一个圆形 移动一下位置 这样呢我这个未发现啊 这个这个图标就算是暂时完成了 我给它缩小一下 大概就不大 然后接下来我去绘制这个消息 可以让它再圆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新加一个圆角矩形 那这个圆角矩形呢 我可能需要把它圆角小一点 然后把它转一下 然后可能还要再小一点 大概是这样 然后把它们两个合并图层 移动一下 然后我在上面给它去掉三个小圆孔 三个小圆孔 放大一点的话 比较方便 我按住out键 然后给它复制一个出来 再按住out键 再复制一个出来 这样就有一个三个孔的 然后把这个三个孔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好 给它对齐一下会舒服一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我们的一个好友 好友 好友的话呢 就稍微花点时间 然后把下面这个剪掉 这时候我觉得这个脖子可能太细了 需要对它清晰一些调整 然后这个好友旁边是有三道杠 那我给它加个三道杠 让它成为一个稍线队员 按住out键 shift键 复制一个出来 改一下位置 然后呢 我给它拉长一点 保证 保证右边这个是对齐的 有可能是手动调一下 好 这个是对齐的 然后再来 来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 让这两个间距也保持一致 我再微调一下 整体往上调一下 那现在这个好友也算是初步完成了 然后把把这个好友这两个图层合并一下 合并完之后 我拖一个出来 然后把右边这三个删掉 那这个就是我个人主页了 那这个呢 就是算是我们把三 四个档案icon 那个简单的绘制了一下 然后我需要在上面 再输入一个文字 可能叫home 或者我这个版本 我用那个中文吧 这个首页的意思 或者我们叫hichat 然后我们把这个字体的显示模式 改成锐利 然后把颜色先改成白色 让它显示出来 它显示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对齐一下 然后字体大小 我觉得可能还是小了一点 给它稍微加大一点 好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首页的设计就完成了 在完成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我可能还需要对这个文件进行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们给这几个图层分别 灭一下名字 第一个叫发现 发现 discover 然后那个这个message消息 然后这个是好友 contact 这是一个就是联系人的意思 然后这个是这个你可以叫profile 或者说叫自己吧 叫me吧 也可以 都可以 这个命名不用那么死吧 按自己的意思来就好了 然后 那我现在就需要把这个左边这个删掉 然后给它存储一下 我给它可能是存储到 我们的这个class3里面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做 iCheckHome 这是一个首页 然后点击确定 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个第一个首页的 简单的一个设计呢 算是完成了 然后完成这个设计之后呢 我需要给大家在题外 再讲一些其他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我们这个安卓的这个导航 和iOS的这个菜单按钮 位置不一样 那我们看安卓从5.0 包括4.0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其实是设计不合理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安卓的平台 或者那个公司用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大家呢 可以在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 有一个iOS安卓这个文本文档里面 我给大家留了这个地址 大家可以回去去研究一下这个两个平台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微信 这是纯的iOS的一个设计 就是导航在下面 这个导航还是菜单 就是在下面 然后上面呢 是 是一个你的一个标题 然后一些功能 那安卓的有的版本呢 就我们看微信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版本 就是他把导航放到上面去了 但是这个版本其实是非常不好用的 那因为你在这里面 你跟人家聊聊聊聊 聊着之后 你可能需要去找一个联系人 然后去找他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在下面操作 你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手移到很上面的地方去点一下 或者说用另外一个手去点 这个是很不方便的 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肯定是不希望这么去用的 所以那个安卓版本呢 到后面呢 又给改回来了 又改到下面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导航这个地方 还是值得大家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课余的时间 可以稍微去研究一下这个导航 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 可以看一下这个苹果和安卓官方给的这些资料和文档 那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结束